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多伦多的教育同修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女儿精神病患痊愈 如愿考上了艺术专校 自身的素级彻底根治 知音懂果开启人生全新旅程 让我们掌声欢迎 首先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祝佛菩萨 感恩祝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舍命红法广度有缘的卢君洪台长 尊敬的卢君洪恩师 各位师兄们 以及各位佛友来宾们 大家好 我叫赵宇 今天很荣幸在此跟大家分享 修行心灵法门的一些真实心意和感悟 心灵失所 法门是钥匙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结缘心灵法门是非常偶然机缘 我出生在教师家庭 是无人论者 生活磨难使我变得只相信自己 然而去年八月底的一天 在家国无忧网站 碰巧看到卢君洪台长看图腾的视频 我一看就整整看了两天两夜 师父的言辞和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一次次撞击震撼着我的心灵 我有生以来连科学都不能解释的疑惑 我一下子全解开了 哦 原来宇宙间永恒的两大定律 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是造成一切的最终根源 我完全被征服了 同时眼泪也稀里哗啦往下流 我想到了做过的所有错事 想到了爸妈外婆的去世 想到了为何婚姻失败 育儿有问题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在末法时期将这么殊胜的法门带到人间 我要回家 我这只迷途羔羊 要跟着菩萨妈妈回家了 于是我找到多伦多共修祖 从此踏上修行心灵法门的人生心旅途 好好修行 多念小房子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解节奏改善了女儿和我的关系 我很快就许大愿终身吃全素 通过念经喝大杯水 我的牙龈出血毛病好了 我的耳垂也慢慢有肉了 又很快在师兄们协助下设了佛台 有了佛台 烧送小房子更方便 礼佛也更有诚意 更有效 我许的第二个大愿是念经放生 直到永远 放生有三大不失功德 更主要的是培养慈悲心 参与每月放生后 发觉渐渐找回了善良本性 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 人也变得更感恩和宽容了 除了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还感恩一切在我生命中的人 甚至连我的前夫 我也感恩他是我的曾上源 女儿患有较严重的忧郁症等级精神疾病 通过几次大小放生 至今已为他放生27,544 病情明显好转 不但高中顺利毕业 而且考上了美国纽约SVA艺术专校 小房子经文组合 是观世音菩萨通过师父 传到人间的右翼殊胜法宝 它帮助我们超度亡灵 治愈我们的灵性疾病 使我们消除一切业障 让我们尽可能干干净净往生 菩萨不动因果 但我们可以许愿念经放生 来让菩萨有机缘给我们化解和保佑 只管耕耘不计较收获 心灵法门普度有缘 师父说过 只管耕耘不管收获 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起初外出红法为了女儿 但当我看到很多人错过了很可惜 很多人来了无比发喜的时候 渐渐发觉个人私事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那些有缘众生 在外出红法时碰到各种困难 只要一想到师父 我们心中充满了能量 功德二字已经不重要 安顿好女儿 有时间就出去红法 如果在家 就在网站上发布共修信息 师父的白话佛法 以及看图腾视频等来红法 我积极参与了每周共修时的速餐红法 我还在师兄们的鼎力相助下 做了一次小房子超度亡人的专题讲座 我还帮忙做我们报纸宣传资料的校对等 这次还有幸参加了七月香港法会做义工 有两次被分配在师父跟前做人墙 在法会拍到很多菩萨的气场光影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真的是有菩萨的 香港法会后 我的顽固鼻炎基本根治 师父说过 功德要抢着做 师父还说过 要无相不施 我正努力着 不仅师兄们来我闷里 尤其师父在女儿情况不好时 也相互两次在闷中加持 我真的感到无比欣慰和喜悦 我照遇何德何能 和师父素不相识 一直叫师父 其实还没拜师 还刚入门不久 还罪孽深重 师父就慈悲来梦里救助 我感恩不尽 所以我只想告诉大家 只要好好修 师父和菩萨 从来都是在身边爱护着我们 我的终身许愿早已许下 无论我女儿以后怎样 我都修行 弘扬清灵法门 永不退转 或者我有缘跟着师父去弘法 或者好好过完普通人间的生活 尽力一世修成 这次纽约拜师之后 我一定更谨遵师父教会 好好修行 努力弘法 让更多有缘人 离苦得乐 大家都好 现在就好 修得不好的赵宇 今天分享里 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师父原谅 请祝父法菩萨原谅 请观世音菩萨原谅 再次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 感恩 十方三世祝佛菩萨 感恩 祝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 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 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王威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是自身多年不治之症神奇痊愈 身患重病的弟妹 消灾与人 消灾与兽 化险为夷 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 好 行礼感恩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行礼感恩 十方三世一切 谢谢诸佛菩萨 摩合萨 行礼感恩 龙天护法菩萨 摩合萨 行礼感恩 大慈大悲的恩师 卢台长 师父 我是来自北京的同修 王威 非常感恩 有这样的机会 把自己的一点 觉觉经历 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和家人 以及自己 有缘人的业障 由我们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真实不虚 是末法时期 观世音菩萨 赐给人间救人的 灵丹妙药 不但帮助了我 也救了我的家人 2013年 真是感慨 多生有幸 远在黑龙江的地区 来北京 送给了我一本 心灵法门 宴送集 和师父的名字 让我自己上网 看师父的博客 刚开始 自己也没有太经意 什么都不懂 一次偶然的机会 有一晚上 我打开了师父的博客 和在线听了师父在法会上的开示 接着又在网上 读了很多同修们转载的博客文章 还有一些自己根本不懂的玄学知识 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那一夜几乎没有睡觉 第二晚上 第三晚上 都是这样了 感觉到心灵法门太好了 感受到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 救度六道里的众生 明扬两立 师父太伟大了 再之后 就神奇地做了很多怪梦 其中一个梦里 是一张黄色的纸上 写着星星时期 出现了经文的数量 身体开始不舒服 上班时头疼 我按照书里说的 和观世音菩萨妈妈体求 居然当价就不疼了 自己便开始 宴京 宴小房子 每周周末都去放生 然后许愿 父亲家族里 很多人都是过敏体质 我从小就是过敏体质 先开始 在老家是慢性鼻炎 后来来了北京 又得了过敏性鼻炎 吃了很多种药 中药 西药 都不管用 到后来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变得非常严重了 人看着总像是反貌似的 每年历秋的前一周 我都要到北京同仁堂的老中医那里 挂号买药 吃一种煎的中药 才稍微好些 已经连续五年了 很痛苦 2012年 2012年 严重到春天也开始犯病了 每天都在打喷嚏 手里根本离不开纸巾 后来发展为哮喘性的了 到了晚上就忽耻 喘不上气来 很难受 睡不好觉 进到医院里去打点滴 体质也越来越弱 2013年 学习了心灵法门 才懂得这个病 不是肉体病 吃药点滴 是治不好的 是孽障灵性病 只有念经 念小房子才能治好 在我开始念经放生后 我真是一点药 什么都没有吃过 两年多了 再也没有熬过中药 不知不觉的 两到三个月时间 全都好了 常年的不治之症 全都念好了 感恩菩萨的慈悲 人也越来越精神了 效果灵验 立竿见影 我们普通凡夫 借助观世音菩萨的法力 像高僧一样 超度灵静 超度不求人 一念经 马上受益 苦难烦恼 全都解决了 一席在2014年来北京 和我们大家一起过年 大年初五 他说自己感觉不好 有点害怕 就到医院挂急诊 查出乳腺 出问题了 大夫直接就给约了最近的日期的手术 手术前 在北京同修的帮助下 他自己亲自放生了两万五千元的鱼 手术当日 帮助念大悲咒的同修说 闻到了一阵一阵很浓的檀香味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那天手术非常顺利 他自己说 全身麻醉 很快就醒来了 并很快就推下了手术台 回到病房 我梦到了师父慈悲给开出小房子的数量 九百章 弟妹开始忏悔 因为她早已念经 也知道了小房子药精的数量 可是没有在意 十一月去大连工作出差 吃了海鲜 短短几个月 导致业障大爆发后的严重后果 这年她正好三十九岁 手术做完了之后几个月 病情开始反复 她的心情不好 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病情发展了 有一天晚上 我梦见了黑白无常 当时自己不懂什么意思 就看到微信上同修 发给我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和解释 感动的我当时眼泪流了出来 真的非常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菩萨无时无刻的关心 挂念着我们 自己实在太迂迟了 生活在无明之中 那时的我不敢和她讲 后来弟妹 她有一天 自己也梦到白无常 之后我又梦到了黑无常 那段时间真的很可怕 我已经意识到 人就要被带走了 觉得好可怜啊 生命如此脆弱 只有拼命地做 放生念小房子 她自己也在拼命地念小房子 后来梦到师父梦里加持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师父慈悲 终于逃出了劫难 夜里来时 洪水猛兽 师父说 像鲨鱼一样死死地咬住不放 我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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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难得 心已得 佛法难闻 心已闻 师父难遇 心已遇 一定要好好努力 不要错过这个天在难逢的好机遇 精进修学 仪式修成 心灵法门是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离苦得乐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传播得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 一切问题只要念经 许愿 放生就会好 感恩师父无私地救度无量众生 感恩师父救度了我们的法真会命 希望同修们坚定信心 好好修心 修心修行 好好守戒 珍惜佛缘 珍惜会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呼法菩萨原谅 请师父原谅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可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摩可萨 感恩龙天护法摩可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 卢台长师父 感恩在座的同修们 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纽约的宋岳先同修 与我们分享曾经深受病痛折磨的宋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摆脱病苦 在弘法度人中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会让你认为你来自纽约的宋岳先准备 感恩不安 Sony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救护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孟佛萨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救护救难 师父卢云洪台长 在座的各位佛友 各位同修 各位法师 大家晚上好 我的名字叫宋岳先 在此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救护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恩师卢军宏台长 感恩 纽约心灵法门共修会 以及各位同修 给予我这次整会的机会 上台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学习心灵法门的真实感受 我学习心灵法门已有四年多了 受益很大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保佑 心灵法门 治好了我 久治不遇的丸祭 大若在2010年 我的地墙开始 密烂除穴 终于西医都扛过 就是治不好 而且医生说 餐气密烂 可能会恶变 我很害怕 当时已经 我当时已经学佛了 于是我就去 寺庙里做佛事 2011年 以年中 我先后做了多次拜餐 物源不见豪转 我很着急 这时我的一位佛友 写给我一本白话佛法 已经阅读 我立即被吸引和感动了 卢台长把深奥的佛学理论 用白话深入浅处的写出来 一看就懂 具体锁到了我心里 而且不用去寺庙做佛事了 就在家里自己念经 许愿放生 就能治好医院里治不好的 灵性病活夜张病 还能超度过世的亲人 太神奇了 我觉得我这次找到了法门 我的病有救了 从此我就以门经济 学习观世音心灵法门 2012年春节过后 我来到美国孩子家里 一天去中国超市买菜 收到一份红法的宣传品 所师卢君宏台长将在哈佛大学 红法 可以为我们支点明军 我高兴极了 2012年9月29日 我去哈佛大学 参加了卢君宏台长 公法大会 在法会闲场 我亲眼看到 卢君宏台长的头上 有个很大的金色光团 我身上很热 我很激动 感觉太奇妙了 太不可思议了 台长真是愿力达 功力高 当天我没有得到机会 找台长解答我的问题 于是当天晚上 我写了一封信 给卢台长 在信里把我的病情 求医或到寺庙里 忏悔的经过 以及我的担心 说了一下 请求卢台长 给我看兔腾 以及告诉我该怎么办 后来东方台师兄 给我打来电话 告诉我 卢台长给我砍了图腾 病情很没有恶变 是灵性病 教我赶快给打胎的孩子 念二十一张小房子超度 以后在一波二十一章的念下去 写自己名字的药经 慢慢的什么病都可以治好 并给我布置了每天的功课 就在这一天的夜里凌晨四点多钟 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在西面 在西方面对着我 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孩 两只眼睛盯着我看 当时我想这是谁呀 哇 这不是三十多年前 走掉的八个月大的 那个男孩吗 我就醒了 醒后 我断定 就是八个月大 引先天醒心脏病 走掉的那个男孩 也就是楼台长在兔腾里 看到的孩子 于时 我念小房子就自己写 他的名字 当我烧掉 士气张小房子的第二天 臂腔就不泌烂出血了 我很惊奇 这会是真的吗 但是事实就是这么 神奇 这么灵验 我赶快把二十一章 给这个孩子的小房子念完 以后就改成我的药经者 二十一章 一波的念下去 慢慢的不知不着重 二十多年的习关节 也好了 走路或上下楼梯 腿不痛了 十多年 疼痛 连一只热水瓶都拿不动的 又隔膊 也不痛了 有力了 我泪流满面 感恩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保佑 感恩卢君 卢台长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交给我 让我从 疾病或痛苦中 得救了 2014年9月21日 我参加 我参加卢君红台长 在纽约的 空法大会 我拜了师父 得到了师父 摩顶加持 在法会上 我和做功德 注印经书 空法度人 法会后 十几年 睡觉不好 以及胃病 胃战期等慢性病 也有豪转 我非常高兴 感觉 看到了希望 御时 我归在佛台前 想观世音菩萨妈妈许愿 我颂月间 御生持全素 不傻生 多放生 诸额莫作 众善奉行 祝印 祝印宝书 多读有缘众生 我病好后 一定献身所法 养更多的人 学习观世音心灵法门 2015年5月8日 我又参加卢君红台长 在纽约的红法大会 我做了义工 并注印经书 法会之前 我自己还注印经书 红法度人 参与在当地的花文报纸上 登文 红法度人 周末 去超市等地方 法方宣传材料 红法度人 并多词 放生 城中法会期间 众多佛菩萨 或隆天护法 加持的好气场 为了养有好转的慢行 夜章丁 早日痊愈 我二十一章 一波 不停地给药经者 年小房子 消夜章 有一天早晨四点多钟 在门里有一位 身穿B挺西装的伟人 只给我一条路 我沿着这条路 往前走到尽头 看到一个竖起来的台子上 写着一百二十六 这时我醒了 心想 这是观世音菩萨妈妈 教我还要念一百二十六张小房子 操读给我卫兵的药经者吧 于是我就抓紧时间 把一百二十六张小房子念完 为了保险起见 我又加念了三十一张 就这样 折磨我十几年的卫兵 就真的好了 我跪在霍台前 老泪纵横 可透感恩 观世音菩萨妈妈 吃杯保佑 因为胃战旗 有不停的歌器 白天歌器不能好好吃饭 晚上歌器不能好好睡觉 每当并听法座 每当并听法座 真是度日入年 痛苦至极 摩朴 没说佛前 我曾经想过轻声 现在我的胃不占齐了 能吃饭也能睡觉了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给师父念起点大悲咒 再给我自己念起点大悲咒 然后上场 睡得非常安稳 小房子是观世音菩萨 末法世期 吃给我们的法宝 是自佛祖以来 唤法度众的伟大传诺 是自度度认的神圣法宝 小房子是师忠敬金州的量化租赫 它凝聚了念经者的功德 在天上是能量 在地府是大支票 所以烧小房子给药经者 相当于还了孽债 药经者拿到大支票 获得了能量 就会得到超度上升 念经者的功德抵消了孽债 于路同监工古过 花解了过去的恶元 疾病消除了身体好了 家庭好了工作好了 什么都好了 我深深体会到 学习心灵法门 要想消业障超度药经者 去病健身 念经许愿放生 三大法宝 必须同事 禀愈 彩灰从亮边到 致辩 求什么 什么灵 我的真实经历 在此证明 心灵法门是正法 真实不虚 西灵法门是魔法 时期最适合我们在家 于是修行的法门 希望能通过我的亲身经历 让更多有愿人 能破密开悟 让冷关在官网 犹豫的师兄们 能早日信佛 却佛 念经 能早日 离苦得乐 养自己的身体好 家庭好 孩子好 工作好 一切都好 我年纪大了 时间不多了 我要抓紧时间 赶快修 抓紧时间 做功德 消自己的业章 愈生 我觉醒根拙 那么大大悲 旧不旧难 观世音菩萨 绝佛 修心念经 永不停息 永不改变 永不退转 缺着观世音菩萨的千言 千修千言 却跟着师父 哄法度人 生命不息 哄法度人不值 再次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旧不旧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莫获沙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旧不旧难 师父 卢均红台长 感恩 西林法门 各位痛修 义工 或法师们 录我的分享 有不入理 不入法的地方 请中为 佛菩萨 或中为 隆天 忽法 忽持 连接 我的业章 我自己飞 下面让我们欢迎 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James Lynn 林建宏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 使他的肾脏疾病 神奇痊愈 作为科研工作者的 林同修 感恩 卢均红台长 救度他的会命 让他找到 回家的路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旧不旧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 菩萨 摩合萨 感恩 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以及龙天护法 感恩 大慈大悲 吾我利他 恩师 卢均红台长 师父 感恩 从世界 各地前来 护法的 诸位法师们 感恩 从全世界 各地前来 助援的 同修们 义工们 谢谢你们的 无私付出 我是 建子林 中文名字 是林建宏 来自美国 洛杉矶 我是一名 软体工程师 我的软体 设计 开发公司 是美国航天局 加州喷射 引擎实验室 深太空 网络的 子合约商 我自幼便有 因缘接触基督教 和在台湾民间 相当盛行的 佛教和道教 求学时期 更深受 中国传统文化 口梦哲学 儒家思维的影响 虽然曾经 因缘机会地 接受过 基督教 受洗过 一贯道 也点传过 但心中 仍然相对偏佛 主要的原因 是感觉 佛教的经文 教义 浩瀚深远 并不是指谈论 人世间的道理 我潜意识中 似乎总觉得 在这个人的世界 与地球之外 这宇宙中 一定还存在着 更深 更奥妙的 远远超过 人间世俗的道理 在2015年5月 参加心灵法门的 洛杉矶法会现场 现场所有结缘品 书籍 光碟等 都是免费的 让我对心灵法门 留下好感 但更令我好奇的 就是想知道 到底什么是 小房子 回家后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摸索 阅读入门手册 及小房子念诵指南 在网站上搜索 摸索 观看光碟 和与刘师兄夫妇 以多次以电话 与见面的方式 询问了不少 心中的问题后 对心灵法门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时的我 慢慢地了解到 原来因果业障等 是可以经由 自己的努力修行 透过许愿 放生 念经 每日功课与小房子 吃素 度人 布施等方式 来还债宵夜 及累积功德 对自身的健康 与运程 是可以进而改变 和改善的 并非只是一昧的 仰赖烧香拜佛 自己不修行 不修行努力 却期待着 菩萨会应允所求 来改变一切 这个理解 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认识了 小房子的意义 就像是突然之间 发现了一个 可以量化 与被衡量的方式 去还债 宵夜 与累积功德 更重要的是 念小房子 而念功课 与小房子 对一般人来说 应该并不困难 它也不需要花任何钱 可以说 几乎没有任何的门槛 任何人都可以去做的 而经文合集 还有每日功课 步骤中 明白地列出 所有经文 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处 经文中 我最欣赏的 就是认识到 心经在天上是能量 在人间是智慧 而在地府却是钱财 学习心理法门四个月后 我的家庭医生 帮我申请做 腹部超音波的检查 检查报告出来之后 我的家庭医生 对检查的结果 非常的惊讶 立即帮我转整了两位专科医生 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 我的左肾右肾都有结石 膀胱里也有结石 而且马上帮我安排到钻层扫描 2015年12月29日 做完钻层扫描的同一天 我也去看了另外一位肝胆专科医生 医生告诉我 展里面两年前原有一个0.8公分的席肉水泡 或者是囊肿 现在已经迅速扩大为1.9公分 速度惊人 他解释说胆壁很薄 基本上没有任何手术可以做的 只能持续观察 原则上只要超过1公分 就会建议割除 原因是一旦转化成癌细胞 那会非常迅速地扩散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多半已经是默奇了 经过当晚与黄师兄和刘师兄的沟通 及鼓励下 第二天 我与妻子开始许愿吃全素 放生两万条鱼 注印1500元美金的结缘经书 许愿念108张小房子给要经者 报名了参加二月份在印尼量场法会 并申请做义工 好了以后 在洛杉矶的法会上先生说法 一月份在洛杉矶唐师兄的协助安排下 迅速于马来西亚当地 陆续放生了一万五千条鱼 一月中我去肾脏和膀胱专科医生那里 看断层扫描的报告 并做膀胱内视镜时 医生很惊讶地告诉我 根据断层扫描显示 我肾里完全没有结石了 而膀胱里只有一颗结石而已 这也在紧接的内视镜检查中得到确认 断层扫描的报告甚至直接指出 原来所做的腹部超音波检查报告是不正确的 我原本有点后悔给了做断层扫描那家实验室 我在另一家实验室做的腹部超音波检查报告 就是担心怕会影响到他们所做出的报告 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而且这是特别有力地证明了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许愿放生念经的真实不虚 我坚信 我坚信今生今世 我会一门精进 坚定不移地跟着卢军红台长师傅 学佛念经 修心修行 弘法度人 仪式修成 脱离六道轮回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 以及龙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 无我利他 恩师卢军红台长师傅 谢谢